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欢迎你持续留守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舒明 我是佩玲 是的那接下来的这一则 也是今天最后一则 我们要讨论的课题呢 就是雪州森林局呢 在2月5号的时候 就在报章刊登通知 建议取消刮拉冷月北部森林保留区的 永久森林保留区地位 以让路呢混合发展计划 并要求能够立一项观者呢 在30天内发表这一个看法 那另外呢 雪兰儿周大成阿米鲁丁呢 就表示说 乌鲁雪兰儿及沙白安南 共高达1092公顷的土地呢 会被颁布为新的森林保留区 作为取代 而有关地段呢 也是属于泥碳沼泽的部分 在一开始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呢 我就对所谓的永久森林保留区的永久 这两个字呢 好像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那这个消息呢 尽管是在月初的时候就在媒体公布 但是呢 却是在这几天才开始真正的发酵 那尽管没有明文规定 但是你看刚刚我们的大臣 一边就说取消了这一块的森林保留区 但是另一边呢 却又说将会将另外一块的土地 颁布为新的森林保留区 那难免呢 就会令人联想到说 这是一种交换吗 那传统媒体跟网络媒体呢 其实也陆续的跟进了这则新闻 那我们来看一下透视大马的报道就有指出 瓜拉冷越的原住民呢 其实有透露了 雪州政府呢 将会从瓜拉冷越北部的森林保留区呢 挪出930公顷的地段呢 要在用作发展的用途 当地的原住民村长呢 拉曼他就透露 德曼原住民呢 其实是握有1927年白纸黑字呢 定下的一个协议 那上述的这个土地呢 是归他们所拥有的 他就说呢 这份由当时候的雪州苏丹呢 阿都沙漠发出的协议就说明 17900公顷的地段呢 是涵盖了瓜拉冷越 以及丹蓉12区 那根据原住民发展局 这一些土地段呢 确实是归瓜拉冷越的原住民所有的 是 所以呢 拉曼呢 就是原本这一片土地上面的主人呢 就气愤的说 他们从未被告知呢 有关的发展计划 而且这样子一个突然的消息呢 将会导致400名的村民呢 是再次失去家园的 那他也表示 这片森林保留地区呢 不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就是1095公顷里内 所以如果说要挪出930公顷 就是说 大概就是整片的一个土地了 那有介于此呢 拉曼呢 就指瓜拉冷越的原住民 即将反抗到底 他们得到了15个瓜拉冷越 包括了马梅里族 原住民村落的一个支持的 不过呢 阿米鲁丁后来呢 也是有召开记者会了 他就有说 取消这一个 瓜拉冷越北部森林保留区的 做法 他的这个原因呢 就是避免发生灵活的事件啊 他在沙阿南召开记者会说呢 930公顷的森林地段 已经失去了 永久森林保留区的一个特质 因为当中高达40%的森林 因为经常发生灵活而枯竭了 所以他说 这是枯竭的森林 没有树木生态系统 也受到了影响 所以他说 政府现在呢 尝试改变当地 以便更符合周遭的环境 那取消永久森林保护区的地位 是为了避免发生灵活 他说尤其前方呢 就是雪舟发展机构的 商业资金的计划 那旁边呢 就是另外一个企业的计划 是的 环保分子呢 当然也有意见啦 他们警告瓜拉冷越 北部森林保留区呢 是因为呢 它是一个泥炭沼泽跟低瓜的一个森林 对生物的多样化的保留跟气候控制 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更是 而且这一项建议呢 更是违反了2035年雪舟架构蓝图中 保留32%森林 作为森林保留区的一个政策 不过呢 阿米鲁丁就认为啊 我现在提出 他只是一项建议而已 他还不是最后的一个决定 所以在决定之前呢 会以公众的利益作为一个考量 所以欢迎所有的专家跟非政府组织呢 是发表他的看法的 这是一个很官方的说法 但是也是一个政府应该要做的一个义务 所以作为人民的我们呢 不管你支持还是反对 你一定要积极的去发表你的看法 那这几天呢 其实在网络上发酵的原因呢 是因为有很多人一起去签名 联署 反对呢 雪州政府的这个做法 当然这其实也是一个老问题了 该怎么样在发展计划的同时 也能够照顾到呢 我们的自然生态的一个保育跟保护呢 所以我们看到雪州 其实目前确实只剩下 百分之三十二的森林地 而刚刚提到的这个森林保留地呢 是刮拉冷月县仅存的 最后一座的森林保留地 也是该区的律废 所以在这个部分 保留比较重要 还是发展比较重要呢 那下一段呢 也就是下班有话题的 其实我们会 持续的聊这个话题 如果所有的听众你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讨论 那今天我们的主编点新闻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参与今天的讨论 没错 那继续留守在City Plus 下个星期一 我们同样时间继续有主编点新闻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